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过去有网路银行 但是过去网路银行只有在银行上做什么账户的转账 并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们电子支付 但这一次发放的执照 是要让所有的电子支付的相关的产业 开始正式起飞 因为他们这次发的是三张纯的网银执照 纯网银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没有完全没有实体的银行 它只在网路上存在 所以这跟现在我们的一般银行 他们也有做网路银行是不同概念 对不同概念 可是现在所有的银行已经非常紧张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家一想说纯网银 那是不是他们都在网路上做交易 是不是他们都用发一大堆信用卡 所以现在所有的银行已经开始杀价战 据说各位你现在都去看看 你现在的这些信用卡发卡的行 今年开始又给大家非常多的优惠 希望把客户绑死 未来是一场什么样的银行大战呢 好 那这一场银行的大战 一定是透过我们刚才讲 网路那就是数位 一定是透过数位工具 但是今天顾立同讲说 大家不要太紧张 传统银行也不要太挖 因为他们抢的客户跟你不一样 没错 这个就是重点了 那网银的客户到底在哪里 好 网银的客户到底在哪里 在一些在台湾存在的人 他们事实上使用现在传统银行的服务 他们使用的非常不好 像什么人 你觉得他们没有在用传统银行服务的 对 他们对于传统银行 没有办法服务他们 好 比如说 外用 我们所有的外劳 各位你知道吗 台湾的外劳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们平常要上班 对不对 假日他们要去银行的时候 银行没开门 那怎么办 那他今天 外用最重要的钱是什么钱 他们在台湾赚的薪水 他要汇回国 对不对 要汇给他的家人 那他不去银行汇 他去哪里汇呢 地下通汇 所以他们去杂货店 去很多的地下通汇点 去这边汇钱 所以这个汇款的业务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业务 那各位你看现在画面上 有没有 我们看到很多 这些卖外劳的 使用的很多印尼用品店 泰国用品店 他们都还可以兼什么 汇款业务 所以这些汇款 事实上都是在 收了高额的手续费 所以在一些特定的杂货店 或便利商店做汇款吗 对 他们就收了这些钱 然后他们帮他汇 所以想不到我们现在台湾的杂货店 台湾的便利商店 已经变金融机构了 这件事观众朋友 你觉得很意外吗 我们的记者呢 也直及了 到底这些藏在夜市里 藏在街边的杂货店 除了卖杂货 还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想要寄钱 对对 他们有寄得有证 叫他纪念计嘛 就今天就隔天可以拿 第一是 31.16 是比台湾的银行这样子办 还要好一点 应该是这样说的 那为什么他们不去传统银行 除了因为营业时间 可能没有办法配合之外呢 第二手续费比较贵 手续费又有汇差 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 今天外劳要能够出来 他必须是雇主要让他出来 雇主让他出来的时间 他最麻烦的就是 他的那个时间在银行 是没有服务的 所以第二是时间上 时间上不方便 好 再来一个 是不是汇率比较好 汇率 对 汇率 你看到这个地下通汇点 他看起来他的汇差 是比银行好 那就银行的汇差 会比这个地下通汇点差 所以他那个银行要赚这个汇差 又要赚手续费 所以对这些外傭来讲 他赚的辛苦钱 又被银行扒一成皮以后 他当然如果今天有人 在地下通汇点给他这样的服务 他就会用 那这个很大吗 这个市场很大吗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总共有 我先讲香港 香港有一个具体的统计 香港总共有多少外劳 40万外劳 他们这40万的外劳里面 大概两个国家主要 一个菲律宾 一个印尼 单单菲律宾的外劳 一年从香港汇回菲律宾的钱 大概是在100亿台币左右 100亿 单单菲律宾而已 印尼还不算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 说菲律宾的经济起飞 是来自于他们在海外打拼的外劳 这些外劳的钱汇回菲律宾 让菲律宾的GDP起飞 是让印尼让菲律宾起飞的一个 GDP的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好 那你像台湾有多少外劳 台湾有70万 比香港还多 香港40万 台湾70万 那香港如果100亿台湾有多少 所以台湾至少300亿起跳了 300亿台币起跳 所以这个一年300亿的汇款业务 可不可以养活一家新的网络银行 现在有三家 现在有三家了 好 那不止这三家现在还有很多所谓金融监理沙盒的 很多的这些业者都看中了这个市场 准备要进来做 到底网银的客户在哪里 第一个刚刚谈到可能是外劳 这个外劳的市场你不要小看它的市场 它的市场这个病也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客户在哪里 那它总不能只有一个客户吧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事实上台湾有非常大的电子支付的一个潜在商机 为什么 因为台湾使用现金的比例太高 台湾 中国大陆现在使用现金的比例只有36个percent 那就是跟有没有穿鞋的概念一样 这个市场很大 因为他们都还没穿鞋 对 你知道台湾使用现金的比例到多少吗 70% 所以我们的市场绝对非常大 所以我们才会被大妈笑 那一大陆来的大妈就笑我们 可是你知道这个现金交易在哪里 在我们的传统市场都看得到吗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花卉市场 我们的摊商市场 对我们的传统市场 因为我们今天去 如果我们今天去超商买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什么 用悠有卡付钱 用信用卡付钱 可是你在传统市场 你要怎么样 用悠有卡付钱 用信用卡付钱 所以第一件事要什么 要有QR Code 要有这些支付的机器 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在铺了 据说市东市场已经有了 对不对 花卉市场也有 对 那我们最重要是 推的好不好 那问题是 最重要是什么 台北的鱼市场 鱼市场 鱼市场里面 现在几乎98%的摊商 都已经把QR Code装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安全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是在半夜做生意 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用现金交易 你每天卖完的鱼捧了 而且你看不用再找那个年年的湿湿的零钱 对 也蛮好 如果我们就用手机也不用在那边找钱找来找去 就一张卡片 手机QR Code一刷就可以去银行做汇 所以现在我们看重的是 希望这个鱼市场能够成功 好 到底台湾的网银发了执照之后 台湾的电子支付能不能赶快起跑呢 我们等会还要来谈 在电子支付的这条路上 大陆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他们怎么做 他们怎么克服陷阱 克服犯罪 甚至让它更顺畅的运作 但是我们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疑问是 除了网银的客户在哪里 会不会冲击到传统银行之外 还有一问是 不是说好只发两张吗 为什么发三张呢 不会太多吗 我们想到过去曾经开放民营银行的那个时候 突然间给了一大堆执照 结果大家哀哀叫说 饼就这么大 现在银行那么多 银行比便利商店还多的时候 银行怎么赚呢 同样的 现在网银刚起跑 一下就发三张会不会太多 我们现在为您视讯联系 互联网协理周大雄 大雄你好 大家好 大雄你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为什么从两家变三家 因为一方面选举快到了 选举快到了 金融机构是这样 就是说 之前我们就会听到 一些网民的朋友来跟我们说 哇糟糕了 三选二三选二 那三选会遇上什么问题 就是公司的人资他会找不到人 对不对 我今天从银行把人挖过来 结果后来发现说 他没选上 那我已经离开我的位置了 那我以后怎么办 所以也就是说当初 本来是在三选二的那个阶段 总有一家要落选 那不知道是哪家落选的情况之下 他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找人是很困难的 对啊 但是总不会因为他们找人困难 所以我就多发一下指导给他吧 这个逻辑也蛮奇怪的 他们找人是他们家的事啊 他自己做事 他自己想办法找人啊 问题是我本来是要发两张 为什么发三张 不会只是为了让他们好请人吧 俗话说的好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 那今天这个我们金管会的高层呢 大家谁没有朋友在这三家银行里面 这三家网人大家都有人啊 他到底顺着不易就要腻着少易 对吧 那与其是这样 那我就干脆就大家全部都让过 所以当初你意思是 在发执照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去走动了 谁不走动 有谁不会走动的 对不对 因为大家钱砸下去了 那你们院内早就知道会通通有奖吗 应该没有啦 我们应该说 这个顾主委发布说 他三家通通都准 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三家通通有奖 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都不意外 因为 目前其实真正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说 这三家资本都很小 那他们就是说 不要跟银行抢生意啦 网人就吃网人啊 就像刚刚阿宗哥讲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减银行先不要的客户嘛 就是把银行不要的客户先想办 一网打尽 银行触及不到的 不要说银行不要 银行也蛮想要的了 但是银行触及不到的客户 有没有可能就是网银第一步 要发掘的客户 好 谢谢大熊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我们不知道他说的 大家都有朋友 是真的假 还是他自己的猜测 还是业界的传言 但确实呢 三家通通有奖 都拿到网银执照了 到底是哪三家 还是要让观众朋友知道 来 一家是乐天国票团队 这家叫做乐天国际网络银行的 他主要的国内的股东就是国票金 另外一家国家队 他的银行名称叫将来银行 他的股东就很多了 有中华电信 有兆丰银行 有星光人寿 星光银行 全联 另外还有一个是LINE的纯网银团队 他的公司名称叫做台湾连线金融科技 这头有日本LINE的股东 有北复银 联邦银 渣打银行 中信银 台湾大和远传 这是股东结构 每一家的背后 麦克都蛮大的 麦克都不错 但回来真正营运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网路银行 马上要连接的就是支付宝 就是电子支付 台湾的经验 显然是比大陆差很多 当然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说不与趋势为敌 不与大盘作对 所以今天我们国内的银行启动了 就是未来的纯网银 也就在未来无超化的过程里面 纯网银可能是新开花的 另一个金融的市场 当然在这个市场里面 所有的这些原来的老的银行 传统银行 你如果没有切入这一块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掉 不过刚刚阿关讲到支付宝 那支付宝在中国大陆 他的使用率超百分之七十六 台湾的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台湾还是在后面跟人家追着跑 我们知道在去年 2018年的一个四月 在上海他有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叫做什么 叫做生物辨识展览 那生物辨识就人类的一个 人脸的辨识 因为这样的支付宝 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要透过 人脸辨识来付钱 对 第一个人脸辨识来核对你的身份 所以人脸辨识核对 其实在2015年开始 大陆的支付宝就开始用人脸的一个 人脸的辨识 但是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脸辨识 比如说阿关你是八张脸 一百七十六个点 像我这个 我这个是大银脸 两百七十六个点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这个辨识 他的准确率只有百分之九十九十九点六 就一百个人里面 一千个人里面可能有四个 会被踢出来 会辨识不够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就用3D人脸辨识出国卫生 我们的火车有没有 自动通关 咛咛咛 卡住了 不能处理 照顾一定大发脾气嘛 对吧 他今天都没发脾气 因为他去做微整形 他觉得我微整形 可以用机器骗过 用电脑骗过 他觉得很高兴 这就是说人脸辨识开始的时候 他会有他的一个失误率 会差不多千分之四左右 所以人脸辨识能不能做到精准 安全是未来电子支付台湾上路之后 能不能走得平顺 能不能追赶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 所以现在新的就是所谓的生物特征的人脸辨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物密码 比如说阿关我们脸 脸的一个正常的脸 然后我们的脸有脸纹 我们的那个眼睛有眼纹 然后我们讲话有声纹 我们的指有指纹 我们的手掌有掌纹 如果你double check以后 他的失误率会变成多少 变成万分之一 好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是去年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展览 那个展览是支付宝所发表的一个 他的最新的人脸辨识科技的一个发表 他有什么方法发表呢 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他在现场很多名画 2000幅的名画 2000幅名画 那透过这个名画呢 现场的民众他可以选三幅 那他可以从这三幅里头找到 在这个画里头跟你最像的人 是 那他后面就是有所谓的大数据 然后利用你的一个人脸的辨识跟大数据 马上利用超级电脑 做一个辨识以后 马上就找出来 你就是最像画里头的摩纳丽莎 对 摩纳丽莎就出来了 还是最像这个名画里头的谁 这个游戏是非常有趣 所以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 但他告诉你的是 支付宝现在在人脸辨识 这件事呢 他的大数据以及他的精准率 已经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支付宝可以做到 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精准率呢 因为刚刚贤哥有讲了 他不是指辨识你的人脸 他同时辨识什么呢 辨识你的身纹 你的眼纹 你的脸纹 你的指纹 你的掌纹 所有的纹他都辨识完了之后 不断的过滤过滤过滤 最后他的精准率可以冲到九十九点六% 没有错 所以大陆我们说一出门的时候 要有四个 叫做伸手要钱 伸因为他都是全部 都实名制的 所以你的身份证已经确定了 你只要拿出来 我就知道你是成为权了 所以伸 那手就是手机 在过去来讲利用手机 扁扁扁扁扁手机 要就是你家的钥匙 你回去的时候 利用你的手掌 就可以把你的门打开 那钱就是你的电子钱包 所以叫伸手要钱 比如说四川有一个杨先生 他接到了支付宝一个通知说 杨先生你中奖了 我给你一个密码 你只要打入这个密码 我的奖金就会输入给你 所以你刚刚讲的腾讯跟 微重银行 微重银行就存网银 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们就举办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光线火体黑科技 光线火体黑科技 我们人就是一个火体 你的人就是一个火体 当然死人不会去刷 对 然后利用光线强光打进去 会有阴影 利用不一样的颜色的光 打到你的脸上 就变成一个3D的人脸辨识 我们刚刚讲到 支付宝现在的误差率是多少 是十万分之一 一万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会误差 现在如果用光线的火体黑科技的话 他会把万分之一升高到百万分之一 一百万人里面才只有一个人 他可能会电脑估算错误 然后钱被你拎走了 因为我以后是纯网银 我不晓得你在哪里 所以他用这个所谓的火体 光线火体科技 又可以再降低他的错误率 对 就百万分之一了 一百万人只有一个 你一天有一百万笔 可能有一笔是错误了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银长就很安全了 不过网银执照一发之后 一定会有相关概念股会动 什么样的个股有机会动 其实最主要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所谓的生物辨识这一块 就是你能够说把你的失误 降到百万分之一 一千万分之一 万万分之一 我跟你说你这个网银 就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我们来看自贸 我们来看它的K线图 自贸最近表现得还不错 因为从121这样拉上来 到160几 在这边做一个稍微的修正 不过是黑线 它跟网银有什么关系呢 它就是做跟3D的 未来的生物辨识有关系 跟生物辨识有关 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跟生物辨识有关系 也就是说将来网银 走向电子支付的这个过程当中 生物辨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 你要确认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确认以后 你的钱在我这边才安全 好 所以质贸是最生物辨识 不过现在这四手黑盘 四手黑盘就四个都通黑盘 所以短期间再看一下 它这边需要做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整理 我们再来看第二档 第二档同心店 刚刚蔡总有讲过同心店 也有人讲过说什么 某董事长在买 那这一家看起来在这边 也是在做一个整理 所以这支股票目前 它的一个强度 它的技术的强度 是比刚刚那一支来得更强 我们再看第三支 就是原相 原相刚刚蔡总也讲过了 昨天这两手的黑盘 今天是开低走高 代表说它在季线月线这边 还要再做一个整理 不过我们刚刚讲的 网银的一个未来 纯网银是今天才核准 等到真正开业 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 还是有时间的落差 我们再来看浩欣 那浩欣这一家是比较腰股 这支股是很腰股的 它是一个没有赚钱的公司 那你来看 很多的市场 他也很喜欢炒这支股票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投顾 那它跟网银有什么关系呢 它也是一样 也是做生物辨识 人脸辨识 对 人脸辨识的 所以你看它这三根的红线 那这边四根黑 没有把它吃掉 这代表什么 它未来 你要注意一下 从它的量的一个角度 去抓它的低点 原则上还是以月线为止 好 姐姐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中美贸易大战在今天 正式登场12轮的谈判 而在今天上海举行的谈判 总共谈了4个小时 谈出了什么结果呢 没有结果 谈判了4个小时结束了 因为大陆说 我们不可能无原则让步 所以在今天谈了半天 定义没说 憲哥 还是有什么 很简单 因为川普他想要的结果 中国不会做球给他 这第一个 两个人已经拿那边别策 我们从前几天再看 中国大陆一直在打针 打预防针 跟打什么预防针 让他的国民有信心 中美贸易 我们不会输美国了 这次绝对没可能让步 这是我们的原则问题 对川普来讲 我选你 我要选去 你没让我去死啊 所以两方面 我跟你说 不可能突然 所以美国代表团 刚刚再两个小时 已经离开上海了 已经离开上海了 美国代表团已经离开上海 而且是无功而返 事实上川普在昨天 包括这两天的推特 似乎已经暗示 不可能有结果 因为他说中国准备 以拖待变 好 所以川普其实 可能早就知道 会是一个破局的结果了 因为川普一直骂 骂说 大陆没有遵守承诺 就是你不守信用 那川普这边在骂 大陆这边也在骂 大陆的康辉 央视电视台的主播 每天都在开炮 现在已经被中国大陆的人民 民众奉为英雄了 说是国嘴啊 对 因为他已经连续开炮了 大概五六天 每天而且都在微博上直接 他已经把美国人讲 他应该是代表 温州成都代表 中国政府的立场 对 因为CGTV嘛 因为央视的播 播完以后他还出来解释 他把美国讲成什么 他说美国根本就是脚屎棍 大家知道吗 以前传统厕所里面 脚屎棍 就是那个大便 怕他结印了 所以他要把它搅一搅 让他继续豁下去 他把美国 他直接讲说是脚屎棍 这个脚屎棍还把它做成漫画 就是 你看到就是在谈判前夕的一个礼拜 事实上大陆的媒体出来的 都是这种反美 然后而且就是对美国 我们要强硬 我们不怕他 美国就是一坨屎 就是这样的一个 谩骂的一个情绪 那这样子谈得下去吗 那我们再倒回前面 事实上中国的谈判代表做了一个调整 过去大概两个月里面 他们做了一个极大的调整 大概在四月五月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这个很大的调整 事实上就带来了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为什么在五六月的时候 开始破局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把它倒带回溯一下 好 我们在四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传出来说 这个刘鹤去美国谈判 准备要签约了 协议已经谈完了 结果他一回到北京以后 怎么突然就变局了 就说他们要谈的协议 后来又反悔了 那其中我们那时候 只知道一个关键 所以川普说他们不守承诺 对 就是他们原来答应 要签的协议里面 所以刘鹤有答应人家了 刘鹤已经答应了 刘鹤带的这个谈判团队 已经答应的这些条件 后来为什么反悔了 那反悔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到 智慧财产这件事情 是美国人非常在乎 因为他担心的就是 中国的2025 这个中国制造的 这些计划 用政府去补贴 然后甚至去窃取 一些美国的技术 这件事情 他不只要中国承诺说 你不会再干 而且要求你什么 修改法律 刘鹤本来答应了 可是回到北京以后 马上say no 谁say no 其实就是后面 我们看到后面的 谈判代表增加了谁 增加了这个 中国驻WTO的 日内瓦的大使 叫余建皇 据说他是谈判高手 对 那应该是讲说 刘鹤带的团队 他们原来是在 习近平的身边 主要负责什么 他们要做 控制中国的债务 因为中国有所谓的债务危机 所以他们找了一群年轻 会讲英文 对银行金融实务操作 非常熟悉的专家 所以他们前面几年都在做 中国债务 这个供给策改革 有没有我们大家很熟悉 可是中美贸易谈判 一出来了以后 这群人就上场 可是这群人都不是 传统中国的什么 商务部的这些代表 这些商务部的代表 他们原来以为都没事了 所以就把他们外派 就去WTO 去日内瓦 去各个国家 结果现在快要谈出来结果的时候 突然习近平发现 不对 这些人回报出来的讯息是说 我们不能答应这件事情 有关立法改革的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答应 我们要争取时间跟空间 去调整我们的产业 所以这件事情 就整个被毁掉了 所以为什么川普 跳出来讲说 中国人不守诚信 其实在讲前面的这一段 因为他们的贸易代表 改变了以后 他们采取了一个相对强硬的立场 好 那川普应该会有备案吧 有Plan B吧 如果破局的话 他准备下一步 采取什么动作 那事实上应该是说 本来就没有期待 这一次要马上做完调整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是什么 美国已经开始 进入国会修会期了 所以川普他开始 当然他要开始做一些 他的布局跟调整 中国要立法 事实上中国也搞 跟美国讲得很清楚 我们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立法 所以本来这一次 就不可能谈出任何的结论 这一次主要是 所以你看陆媒 今天大陆的媒体 基本上他还讲什么 这是一场有效率的谈判 有一些建设性的成果 哪有什么建设性成果 就只有这样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修法 我们修法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要修改哪些法律 大家可能 这些东西还没有公司 不可能 因为大陆已经告诉你 他不可能马上达成公司 所以只要在年底 能够谈完 就算是OK的 好 刚刚阿松哥谈到了余建华 也就是说整个贸易谈判的代表 做了一轮替换之后 尤其用鹰派代表来谈判 其实已经预告 这一次的谈判是一定会破局的 特别是既然你谈到了媒体 中国的媒体怎么称这一次的谈判 他说这是美酒和猎枪的谈判 就是你来我请你喝酒 就最好的饭店和平饭店 西郊宾馆 请喝酒 请吃饭 招待很好 但是我准备好猎枪了 我要猎杀你 所以我们来看康辉 我们刚才谈到国嘴 国嘴某种程度 因为他是央视的主播 也代表中国的态度 他最近频频开炮 大家都赞 对视不对人 可如果美国一小撮人 总是行风作浪的话 那对不起 对视也对人 对着你灰头土脸 对着你牙口无冤 而且对的时候 我们始终气定神仙 对着你灰头土脸 对着你牙口无冤 而我们自己则是气定神仙 从康辉的谈话就知道 双方这一次不可能谈成了 不过看似跟中美贸易战无关 但似乎又有牵连 在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讯息是 大陆不让路客自由行来台湾了 对 今天大陆的文化旅游部宣布 从明天开始 47个城市 赴台旅游的个人型全部终止 那现在第一时间听说今天的下午 上海北京要申请来台的自由行 立刻挤破门 大家要请最后一刻来到我们台湾 那这件事跟中美贸易战有关吗 蔡总统高调访美 并且要对美国购买敏感的军事武器 那因为明天8月1号 是中共的建金节 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 所以宣布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估计 陆克在2018年来台湾的人数是269万 所以这一次少了自由行以后 大概会少掉70万人 那70万人少了以后 估计是200亿台币以上的一个产值 所以我们台湾尤其明年1月13号要大选 所以庶民经济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第一时间 因为这个大陆的网友 我看留言都是 反正简单来讲 人进不来了 对 货能不能出去我不知道 但是人进不来了 但是这个会冲击到大选 我们的大选 所以第一时间我看交通部长 负责观光的林佳龙 宣布补助了36亿 作为秋冬的国民旅游 所以陆克不来 我们鼓励我们自己的人去旅游 否则这会影响到选票的 好所以不让陆克来台湾自由行 很有可能跟大选有关 也有可能跟中美贸易战有关 因为刚刚蔡总谈到了军售这件事 那因为现在川普就是把军售 当作谈判的武器 对 为什么暂缓 现在又短时间暂缓 卖台湾军售呢 就是准备跟大陆谈说 好了如果大家好好谈 我就不要卖台湾军售了 事实上川普他手上还有别的东西 那现在美国国会准备要干一件事 就是针对中国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企业 开始要调查了 好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对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讲 这一接下来可能事情就大掉了 因为已经会影响到华尔街 你是说已经挂牌的还是即将挂牌的 已经挂牌的这些公司 已经挂牌这几天上了多少家 400家 有400家中国的公司已经在美国挂牌 他们如果要开始调查 各位你知道他调查什么 主要有两三个不同的法令 第一个叫做经济间谍法 第二个叫反洗钱法 所以这些公司你只要有任何反洗钱的行为 你的这些负责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都可能被调查 美国的法令是因为你是美国的公司 因为你在美国上市 所以你一旦违反了这些美国的这些法令 不论你人在哪里 就是像孟晚舟事件 就都有可能扩大会发生 所以现在美国国会已经有 国会议员主张说 中国你们要不要好好谈一下 不好好谈的话 我们要对这些企业来开始做一些调查 所以他的秘密武器是在华尔街 中美贸易谈判还有的谈 后面还有的谈 还要继续看下去 不过回到美国股市 这两天呢 重量级的财报陆续发表 都会牵动到台股的相关个股 第一档当然就是苹果 对 从这个 最重量级就是苹果 对对对 最苹果 那苹果的这个财报 在上一季的财报的时候 本来大家都是看衰 出来啊 538亿美金的营收 不错了 不错了 为什么高票这么败 为什么昨天跌了 盘后 它是盘后公布的 所以画面上这个是昨天晚上收盘 但是盘后才公布 盘后是涨的 盘后大涨4% 盘后大涨4个百分点 好 那大家看一下 获利衰退了 EPS衰退了 但是营收成长看什么 小逼定大功啊 穿戴装置 而且华为也是一样 华为今年一个智慧手表 卖了200万支 立刻跳到全球 穿戴装置的第三名 好 那现在苹果靠什么东西 这也就是说苹果所公布的财报 我们再次提醒 是在昨天美股收盘后公布的 所以反应在股价上呢 会是在今天晚上反应 盘后已经大涨4个百分点 台股已经在今天盘面反应了 那它的财报里藏着投资密码 最漂亮的数字是穿戴装置 这和华为所昨天公布出来的财报 如出一策 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来看 都是穿戴装置 小兵立大功 好 不过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新闻 来新闻里头讲到几个重点 苹果发布第三季财报 可穿戴设备业务 紧喷 紧喷 真是大陆的用语 紧喷 那苹果服务营收创新高 iPhone的占比 低于五成 换句话iPhone卖得不好 iPhone卖得不好 iPhone卖得不好 财报又很漂亮 什么贡献 穿戴装置 那刚刚讲无独有偶的是什么 是华为 华为上半年的业绩也是增长的 增长的部分也来自于穿戴装置 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这个魔鬼 藏在这张图 我们看下一张 好 这张图 下一张的 就是苹果主要的产品 它的一个成长力 画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一条 哇 在2015年前 它是50%的成长 这边50% 轮轮轮轮 轮轮轮 现在负了 这个是 以上是成长 这个是负成长 好 在这条线 最低这条 这条 好 来 这是iPhone 好 蓝色的是iPhone 咚 这样下来 上一季 複12% 以前它至少都占营收50% 最多的还60% 我跟你说 2014 15年的时候 5 60% 那个红海就100块 好 来 这里是 2015 16的时候 它的苹果卖翻了 好 但是现在蓝色这条线 苹果卖得很惨 好 但是有上去的 有 有 有 这个 这个就是穿戴装置 橘色的吗 橘色是穿戴装置 你看所有的产品当中 现在成长力最高 在这个点 这个就是穿戴装置 好 在这条线之上 还能够保持成长 穿戴装置 是 这么夯华 今年 大家年初的时候 3月 这个AirPods就出来了 无线充电盒 很多人去买 我告诉大家 一只iPhone台币3万块 是 Apple Watch的话 大概1万2 然后那个耳机的AirPods的话 大概是5 6千块 所以它的金额小 但是现在销售量很多 少兵力大多 今年第一季 全世界的AirPods 这个就卖了 差不多1750万台 那苹果 对 苹果就占了一半 就两只 一半都是苹果的 那它会怎么样 通过这个AirPods一喊 嗨 Siri 马上就是 我换下一首歌 音量给我调大一点 打电话给谁 立刻启动导航 即便你外在很多的噪音 但是都很清楚的下达命令 多厉害 但是你看 其他的产品有很多 你知道Apple Watch 一支最贵有7万块 好贵喔 但是我这一支 越贵 这一支 嘎米的 蔡总你这么年轻喔 没有啦 制作单位今天展示的 好 这是最新型的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支 嘎米的赛车智慧表 9万2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来 镜头照下 所以这是赛车智慧表 对啊 它在哪里赛车啊 来 现在来用一个 你看 这个功能 我现在 要赛车的 绕一圈 尽速 对不对 好 它可以去计算时间是吗 对 比如说现在是1.3公里 1.3公里 好 我一跑 来 停 它就可以算时间 算时间 我刚才跑 当然我不能跑那么快 我的时速是2,180公里 所以嘎米的这个也是穿戴装置 这支手表 除了可以测那个赛车的速度之外 还有运动的 运动的 运动的 就喜欢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 这里面可以看你的心力 就心跳 我运动 各项的这些健康管理的资讯 都会呈现在这个地方 不过也不便宜 真的要9万多了 所以穿戴装置是现在最夯的一个流行 和趋势最潮的 年轻人 现在买的手表 不是我们过去买的那些手表了 对 但是现在更厉害 我要介绍一个Sony的穿戴空调 蓝牙连结这个手机 然后呢 它是特殊的衣服里面 它这个口袋 可能放在这个背后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你现在觉得很热 对不对 它有五种的温度 就可以让你降温 像现在夏天 我很喜欢有这个 但是呢 假如到了冬天的话 设定温度 听说它可以加热了8度 8度 冬天8度的话 那不热乎乎的 所以它是冬暖夏凉是吗 那这个就是穿戴的空调 Sony的穿戴式空调1 对啊 我希望它赶快上市 再过来 化国的高科技公司 我还是回来问一下 它那个不是在衣服上 对不对 它是一个装置 对 衣服要有特殊的口袋 把那个装置装进去 蓝牙连结的这个手机 就可以设定的温度 根据你外借的温度 你希望冬天的时候暖一点 但是夏天的时候 凉一点 它就可以调整 好 所以那是一个穿戴装置 但是放在衣服的口袋里 对 还有什么样的穿戴装置呢 化国的这个高科技 它是一个手环 但是这个手环戴戴戴戴戴的时候 抖一抖 变出什么东西 你看喔 变出手机 手环变成手机 对啊 你可以看 在这边操作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这个页面 我要拨电话 我要这个资讯的话呢 就可以 这一种 但是它这个页面好像看起来 是在它手上 对啊 戴在手上 所以它是像投射 像我们投影机那样 投在你的手上 对 所以你手就是一个屏幕 对 手的屏幕 然后你的手环的话 可能在那个地方的 那个花光的装置 那数据从这边都出来 哎 希望还蛮酷的 Á蛮酷的 但是这个可能还没办法大量的丧市 还在发展当中 所以村材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有非常多新奇的产品 那相关个股怎么看呢 对啊 今年就缓定 大家看到苹果的财报 以前啊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红骸 不是 不是 今天我們看一下2367的藥滑 因為藥滑的話靠的就是穿戴裝飾 我們剛才講過那個耳機AirPods 它裡面的軟硬結合板就要生產的 它下午也配合 它公布了上半年財報 很意外的EPS超過一塊 業績真的很好 但是今天我們還是要看一個 比較有指標性的 所以蘋果有新蘋果的舊蘋果 舊蘋果就是過去做手機的 新蘋果是現在連接到穿戴裝飾的 但是我們看一下一個指標性的股票 還是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的股價表現不錯 3008 3008 為什麼要看大力光 大力光在這一天7月11號 法說會財報很好之後就一路整理 但是今天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蘋果對本季的猜測是樂觀的 所以大家講9月份的iPhone新機 大家心裡想不會太差 不會太差 所以今天大力光的股價就開始有這個表現 今天大漲了超過百元了 不僅接著還帶你來關心的是 奢華市場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 可能你沒有留意到它 但我們來看一下龍頭老大的bills 竟然傳出壞消息 全世界鑽石最大的供應商 銷售創下三年新低 阿關的確 全球的鑽石市場 從2008年的金融風暴 一直漲漲到2013年 從2013年就一直往下到今天 為什麼 當然大家知道其實是一個循環嘛 不是都說鑽石橫久遠一顆永流傳嗎 是啊 所以它長到一個高點 其實它是會往下的 當然這兩年是因為中國的貿易戰 再加上最新的去年的 Debit是從9月開始 開始銷售合成鑽石 對市場上有一點影響 銷售合成鑽石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貿易戰 貿易戰可能大家沒簽了 緊縮消費 另外一個原因是 Debit有幹嘛自己打自己 然後它銷售合成鑽石 不是打到自己的真鑽市場嗎 這個是有一個陰謀好不好 大家都不理解 我先講最近鑽石市場 低到什麼樣的狀況好不好 你看我這一顆 有沒有很美 對 這顆5克拉DIF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顏色 最好進度的寶石 去年我們買進來的時候 1克拉是9萬5美金 你知道鑽石有報表 我還沒賣喔 我只放了半年喔 今年的報表只剩8萬5 也就是光這顆石頭的帳面上 就賠了5萬美金 還是暫時別說石頭啦 對 還沒賣就賠了5萬美金 5萬美金耶 5萬美金是新台幣150萬耶 所以 所以它跌得非常的慘 那鑽石跌得很慘 是因為鑽石最大的供應商 推出了合成鑽嗎 其實我跟你講講 貿易戰的鑽石這次跌價了 大概鑽七成 另外三成可以講合成鑽石 好 那我們就來談談合成鑽 好 OK 好 這個你自己拿 不小心摔到了 OK 好 交給我 合成鑽石 假鑽嗎 合成鑽石 它是合成的鑽石 它的物理跟化學現象 跟鑽石一樣的 所以它是真鑽 它不是真鑽 它是養出來的 就像珍珠是養出來的一樣 很奇怪 鑽石還可以養 當然啊 可以漲出來 在一個壓力跟溫度下面 它就會漲出來 它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個陰謀大家都不了解 很多人問我說 所以我聽不太懂 所以它是養出來的真鑽嗎 養出來的合成鑽石 養出來的合成鑽石 它如果可以鑑定出來 它是合成鑽石 它就不會是真鑽 今天如果它鑑定不出來 那當然市場就完了 但是據說很不容易鑑定出來 一般的坊間 在台灣鑑定的技術 或是某些國家 它鑑定不出來 事實上在很多地方 很容易鑑定出來 我今天帶的儀器 就可以很容易讓大家 可以看出合成鑽石怎麼看 合成鑽石怎麼看 特地為今天這個節目 我們還越洋 到美國買了一顆 Depier-10的合成鑽石 很有趣喔 它只在美國賣 它不賣全世界各地 只在美國賣 只在美國賣 對 我們到美國買了一顆回來 這是他們所謂的 Lightbox合成鑽石系列 非常有趣 大家知道一般的鑽石 你看我這邊有一個鑽石項鍊 那我們燈可能需要把燈關 把燈打按 一般這是真鑽 對 一般的鑽石 你這一個 要嘛 這幾顆啦 這總共有25顆啦 所以價值 價值還好 其實還好 真的嗎 你的還好會不會是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帶藍色 這是一般的鑽石 叫藍螢光 很有趣喔 那你手上的這個燈 螢光燈 對 用螢光燈會看到藍色 對 藍螢光或無螢光 有少數會舉一關 我們再照近一點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 藍螢光出現 那合成鑽石它是紅色黃色的螢光 我們換一下 對 對 好 在同樣昏暗的燈光下 我們來照一下 我們請導播再cue一下這個畫面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點粉紫色 有嗎 看不太懂 有有有有… 看到了沒 有一点紫红 有粉紫色的荧光 所以所有的Debless合成钻石 都有这个粉紫色的红荧光 看到没 有有有 淡淡的粉紫色 所以这就是合成钻 所以我得先去买一支 荧光笔 这就是验钞笔就可以了 荧光灯笔 对 验钞笔也可以 但是不会在短波上比较明显 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合成钻石上面会打一个标记 它的合成钻石 所以我们现在呢 来 我们把这个钻石 然后大家呢 如果把你买的钻石呢 放在显微镜下面 如果它上面呢 可以打一个这个 它的一个记号 叫Libus 那合成钻石 不是我们去后火车站 买的苏联钻吗 那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 对 待会我们有时间 它还是有Debless 有专门的部门在销售的 对 没错 它的品质 其实 包括它的火光 它的色泽 它的闪亮 如果没有经过一期 其实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说你带合成钻 如果没有透过这个 怎么荧光笔灯 还是仪器 对 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没错 但是呢 因为钻石呢 都会有证书 证书上会写得很清楚 这是合成的钻石 那你在卖的时候知道了 但是 当你出去参加晚宴的时候 好 你的姐妹套看不出来 现在呢 把这个灯打开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呢 透过显微镜呢 在上面看一下 很清楚到看到钻石 有没有看到 那钻石上面的一个记号 那是合成钻石的 Lightbox的记号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有有有有 所以它那个记号就是代表 它是合成钻石 合成钻石 对 他们说的合成钻石 都在上面打一个 合成钻石的记号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就回家准备个显微镜 对 避免被骗 好 不过钻石的行情 最近真的波动很大 这下 接下来我就要讲的 代表师的阴谋 代表师的阴谋 你看一下 代表师的阴谋 阴谋 对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天然钻石生产商 它为什么左手卖钻石 右手卖合成钻石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自己打自己 当然一般的理解是这样 都是一个问号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因为合成钻石日新月异 他们现在生产的速度都很快 单价变得很低 之前你看一下 天然钻石跟合成钻石 它的价格才差20% 谁要买合成钻石 我问你阿关 买一个天然钻石 1000块 合成钻石800块 你要买天然合成 当然买天然的 可是你看现在 合成钻石生产的速度 非常的快 它变得很低价 所以我们看一下 得变是它这次推出来的 1克拉才800块美金 2克拉1600美金 3克拉2400美金 这是一个笑话 懂行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笑话 什么叫笑话 钻石是等比级数上涨 等会变等差级数 我们内行人一看 1克拉天然的 合成钻石生产成本 要1500美金 它卖800美金 它是赔钱卖 所以得比尔西 花了1亿5000万美金 把全世界最大的 合成钻石厂商买下来 货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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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